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 中国女排四战全胜 在积分榜高居第二位 仅以威洛烈士排在波兰队之后 中国女排战胜的对手分别是巴西、德国、荷兰和日本 蔡斌指导率队取得的这波斯联胜 含金量非常足 而且除了成绩超过预期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 相比较于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以及市井赛 今年中国女排大部分队员都有明显的进步 其中此前一直饱受争议的王媛媛 终于打赢了翻身仗 而李盈盈更是交出了一张几乎是满分的答卷 如果要评选 今年中国女排进步最大的队员 王媛媛和李盈盈一定会携手当选 上个奥运周期 中国女排的复工线比较稳定 袁新月和老将严依是这个位置上的绝对主力 而替补复工的人选 时任主教练郎平指导经过多轮的海选 有四名年轻复工逐渐 在国家队展露头角 其中就包括王媛媛 不过王媛媛在四小复工的竞争中 并没有太多优势 毕竟另外三名队员 杨涵玉头顶着试青赛 MVP的光环 郑益新技术全面 高益身体素质非常好 而王媛媛虽然身高在王口有优势 但是进攻环节却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复工在场上的主要职责不只是篮网 这个位置的队员也有着重要的进攻任务 尤其是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球 大多数要由复工来完成 而进攻存在短板的王媛媛 要想在四小复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显然并不容易 不过蔡斌指导上任之后 中国女排开始全面提速 在新的战术打法中 王媛媛下手速度快的优势开始发挥作用 虽然是一名高大型复工 但是王媛媛却打出了小快灵的风格 尤其是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王媛媛在进攻环节与二传手多次形成默契配合 多次打出快攻 背飞 背快等战术 而且失误率控制得非常好 数据不会说谎 四场比赛下来 王媛媛出手58次 宁中了40球 没有出现失误 扣球成功率和进攻效率高达68.97% 这个数据在16支参赛球队的所有主力球员中排名第一 王媛媛在进攻环节的进步肉眼可见 他也迅速坐稳了主力位置 昔日的四小复工 郑艺新已经改打接应 而杨涵玉和高益虽然入选了中国女排第一周的14人名单 但是两人还没有获得出场机会 王媛媛的主力位置非常稳固 随着王媛媛在进攻端开始发力 关于她的争议也渐渐消失 除了王媛媛在进攻环节交出了一张高分答卷 今年李盈盈在攻防两端的发挥 更是可以打满分 上赛季的世界女排联赛 李盈盈第一次以核心球员的身份率队出战 表现相当抢眼 而去年的市井赛 中国女排虽然仅排名第六 没能站上领奖台 但是在朱婷和张长宁同时缺席的情况下 李盈盈再次发挥出了核心球员的价值 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非常精彩 当然 作为一名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队员 李盈盈还有进步的空间 果不其然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李盈盈再次扮演核心角色 连续四场比赛 她都是全队得分最多的队员 而且其中三场 李盈盈的异传数量也是最多 尽管在比赛中 李盈盈只有三个异传任务 但是所有的对手都明白 李盈盈是中国女排的进攻核心 如果能限制住她 中国女排的得分能力将大打折扣 所以在比赛中 对手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追发李盈盈的策略 但是对手的追发 并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李盈盈虽然每场比赛 都需要承担大量的异传和防守任务 但是她的进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在第一周的数据统计中 李盈盈在最佳得分和最佳扣球榜单均高居第一位 异传排名第三 今年的李盈盈在场上更加自信 出手也更加果断 毫不夸张地讲 李盈盈目前已经算得上是 世界排弹最顶级的主攻守之一 她也是中国女排纪朱婷之后 涌现出来的又一位世界级巨星 国产埃格努 19岁就扬名亚洲赛场 蔡斌未来御用她接班龚翔宇 这两年的比赛 对于龚翔宇来说消耗真的是巨大的 尤其是在去年女排市井赛上 一开始龚翔宇就遭遇了脚踝扭伤的情况 可由于当时队内无人可用 不得已蔡斌还是选择了让龚翔宇带伤出战 而打完市井赛之后 没过多久又开始了女排超级联赛的比赛 江苏女排虽说这几年进入到了新老交替的阶段 但是球队也需要龚翔宇这名老将来带一带 所以在联赛里 龚翔宇也是一直带伤在打 根本没有什么休息和养伤的时间 紧接着联赛打完 又进入到国家队集训队当中集训 备战今年的这几次世界大赛 龚翔宇依旧被选入其中 不过相对于去年来说 蔡斌这一次在经营位置上 选择带上了老将正义心 也因为后者的到来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龚翔宇的压力 要不然和去年一样的话 真的不知道龚翔宇还能不能够坚持下去 另外1997年出生的龚翔宇 今年已经26岁了 明年奥运会打完之后 到了下一个奥运会周期的话 龚翔宇差不多28岁左右了 那个时候还能不能够继续打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消息是在年轻一批球员当中 似乎已经有了龚翔宇的接班人 他就是同样来自江苏女排俱乐部的周叶童 其实在今年的女排超级联赛当中 周叶童在龚翔宇不能出战的比赛里 已经成为了球队的首发 并且交出了非常好的比赛表现 在联赛的接应榜单上也是高居前列 年轻的周叶童到目前为止最高光的时刻 应该是去年的女排亚洲杯比赛 他当时代表中国女排二队出战 并带领球队拿到了亚军的成绩 赛后还当选了最佳接应 而那个时候的周叶童才19岁 因为打法的原因 外界很多球迷都把周叶童称之为国产埃格努 或许到了下一个奥运会周期 真正属于他的时代才会到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